政府今年2月 禁止莱纳斯公司 在我国进行稀土金矿分解和洗涤活动 因此有关工厂 必须在期限前迁离我国 科学级工艺部长郑立康今天保证 一定会公平严谨的处理莱纳斯课题 至于部门驳回莱纳斯上诉的详情 基于保密理由 郑立康无可奉告 郑立康在下议院问答环节强调 科学级工艺部会持续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合作 好让本地稀土领域能以负责任方式发展下去 同时遵守相关法规和标准 莱纳斯早前上诉 要求政府撤销今年2月提出的四项续约条件 但是上诉失败 不过科学级工艺部同意 将莱纳斯迁移稀土金矿分解和洗涤场的最后期限 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 免得影响全球稀土供应链 期待 颜色稀土金矿分解和洗涤场的最后期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